影片开始前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吗 赶快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资讯 OK 影片开始 Let's go 所以就是这样 然后如果你作为一个包括皮华说的什么 你要认出去这件事情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说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 我觉得第一个 你要看两件事情 就是说你做的工作是什么 就是说如果你做的工作是选择大于努力的 那我觉得这个工作你博的是上限 如果你做的这个工作是能力大于选择的 那你博的是下限 选择大于努力 你博的是上限 那能力大于选择 你博的是下限 就是你的上限是没有限制的 对 是你通过选择来获得的 对吧 你可以选择去美国 你可以选择投资行业 你可以选择互联网 你可以选择做汽车 你可以选择做很多事情 你的选择决定了你的上限 对对对对 对吧 但是你的努力决定了你的下限 嗯 ok 对 选择决定上限努力决定下限 ok 对吧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说一个普通人你一定要去美国才是选择 嗯 我觉得他有很多的选择去决定他的上限 那要看他怎么去选择 嗯 是吧 所以我们中国人常说一句话说 有些行业叫勤寒嘛 嗯 比如说你说做餐饮行业就是勤寒 你很努力对吧 你把产品做好 辛苦的行业 嗯辛苦的行业 对多多多多都兵字如兵对吧 你把这个事情做好 但其实你是一种能力对吧 所以这叫勤寒 勤寒也能做好呀 对吧 但你说你今天做投资 那你可能选择打鱼努力 嗯 你选对了赛道你有可能对吧 未来三五年你就快速的对吧 嗯 对啊 选择决定了你的上限 努力决定你的下限 今天的这个金句 大家学起来 嗯 所以你如果 你如果没有做对你的选择 那你就好好努力吧 对啊 如果你没有选择 你只能选择努力 嗯 对 对吧 对 没错 所以其实选择 有的时候讲选择比努力重要 但是他只是一半啦 应该说努力也重要 一个是上限 一个是下限 对不对 不能说对 你就算做对选择 但你不努力也不行 但选择的确是很重要 因为决定你的上限嘛 但是你 你努力的话 你还是 你起码有一个下限嘛 但是你可以通过不断充实自己 你可以让自己 再去做好的选择 再提高你的上限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是这样的 是这样吧 所以鼓励他啦 对鼓励他了 那你觉得怎么样的人才要认出去 认是一种选择 我觉得认是一种选择 OK 对就是说你看你看中什么 就是比如说我身边也有出去的 我以前有很多朋友就是 我们以前以前在互联网大厂的时候 拿到股票了 那股票呢基本上可以实现一个 小范围的财务自由 不能说大范围 小范围的财务自由 那就会有出现不同的选择 有人呢会拿着他得到的这笔钱去再传业 他失败了 他倾家战产有的 也有人他拿着这笔钱去创业 他成功了 他现在做大佬了 很厉害 比我厉害多了 还有人呢 他拿回家躺平了 是不是 还有人跑加拿大去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是选择 就是但是前提是 那个时候他们是因为在互联网大厂 拿到了这个上市的这个分红 他们有了这个选择 他们可以选择创业 可以选择不创业 可以选择坦平 可以选择去加拿大 对吧 他们有很多种选择 所以我觉得选择是在人的每一个历史阶段 都在面临的问题嘛 但不代表说 OK某一种人一定是某一种选择 那我想这就完蛋了 这个社会就完蛋了 一个社会对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 他给了这个人更多的选择 给了这个人能够散升到上一个阶层的选择 也能给他留在这个阶层更舒服的选择 对吧 也能给他走出去啊 就像赵立坚说的中国来去自由什么乱七八糟的 是不是 他有来去自由的选择 那这个东西不就是这样吗 对 而且人生的选择其实是 常常在做选择 你是很多机会都在做选择 你一直在做你的选择 对啊 就像我我跟你讲 2016年我们做这家公司的时候 我们选择是在美国上市 2022年底我们发现在美国上不了市了 我们选择在香港上市 还是上不了 2023年2024年我们选择把它卖掉 也是一种选择 万一卖不掉 我们可能很有别的选择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选择是一直在变化的 所以这个就跟艾亚奶奶讲 好吧 不要这么 对对对 我是觉得你去跟他说服他 我觉得不如去跟他讲一些 正确的思考方式了 多看一看 多看一看 如果假设他是我 他在上海 他有可能他就会觉得中国经济完蛋了 因为他没有看到深圳的那一面 对不对 他也看不到上海的未来的几年的那一面 对 他只能看到当下 当下身边的每个人都跟你说 最近经济好像不太好 你就会觉得完蛋了 对对 OK 好 这个跟艾亚奶奶致敬 对 这是我想说的 好 我不能说是要教他什么 我只是把我自己 我自己所感受的 其实你那天忍不住想要上麦 是不是 因为我是这样 我怕他骂我 如果我上麦 他骂我 对吧 我怎麽说呢 对不对 你不能跟他当面的 那个会 对 就比较尴尬一点 好啦 那个非常谢谢大老 大老 非常谢谢大老 那个阿亚奶奶很幸运了 有这麽多人可以跟他讲这些观念 其实这些都是人生智慧的结晶 对 然后这些人不要说我唱衰上海 我跟你讲 我在看聊天记录 我说 上海未来会很好的 你们等着瞧 好这是短期跟长期啊好不好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我可以跟再说一个事情 可能我时间长了一点 没事啊 没事你讲 我再说一个事情 我说一下关于失业率的问题 失业率 失业率就阿亚奶奶也提到失业率的问题 那我觉得失业这个问题呢 他现在其实是属于我们国家的一个转型的一个阶段 转型的一个阶段最主要的一个特征是什麽呢 就是说 你从传统的发展中国家 但一个意图去做开发国家的这个过程 那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 我们都知道经济有三辆马车 以前我们都会说这三辆马车 三辆马车是投资消费和出口对不对 投资消费和出口 认为我们是中国经济的三辆马车 其实在大部分的国家 其实这都是这三辆马车对不对 那其实今年其实两会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有仔细看 他们有一个建议函 建议函说要把三辆马车改成三辆新马车 那这三辆新马车呢 一个叫基础创新 第二个叫产业升级 第三个叫现代金融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金融这个事情 叫现代金融 那么这个呢 他们认为是未来长期的中国 如果想变成一个共同富裕的发展国家 他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转型 那OK 那这个里面很重要的几个点 第一个叫基础创新 基础创新首先第一个 是要改变企业的面向 企业以前更多的是做一些应用性的科技 他不愿意做基础创新 因为基础创新的投资时间比较残 达成成果的时间比较残 获得利益的时间比较残 所以大部分的企业不愿意去做 所以要改变人的思想 要去做长期的投资 那其实你看前天晚上 小米开发会的时候 我在吃饭的时候 那些工程师说的话 就说明已经深入人心 他们说要创新 要去做一些好的东西 才一直要去做这种基础类的创新 那不像小米这样去拼凑 这个我觉得代表了 现在大部分的中国工程师的想法 为什么美国的股市能够一直好 为什么美国的美元能够如此之坚挺 一直在加新 那是因为美国他找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风口 来带动他的股市 比如说AI 就是他带动股市的 美国和中国的最大的区别是 中国的以前是通过房地产来带动经济 来创造空间 但是美国是通过股市 他的股市的源头是他可以持续的创新 持续的产出引领世界科技的企业 我觉得这个是美国的 但我们现在来看一直都还做不到 我们还在追赶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就是这个是要做基础的创新 而不是做一直在做别人技术的应用 那么第二个叫产业升级 但是产业升级就会面临一个问题 我们其实现在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 对吧 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很低 那我们的这种人均GDP的建立和就业 是在老的这个老物结构上面产生的 对吧 比如说你在工厂上班 你这个那个呀 做程序等等 拼错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是像美国那样去做他的产业创新 我们要做高科技 做研发的这个基础的东西 对吧 那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是相悖的呀 你原来的那些人力 就会导致一个问题 你的人的这个基础的技术能力 和专业能力 和现在你要做的事情不对口 和市场需求不对口 那必然会产生一些失业 那你想以前在90年代的时候 我们有个大下赶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知道这个事情 我知道 我们有个大下赶 那我们下赶的时候是为什么 因为当时大量的劳动力是在国企的里面 对 但是国企的效率很低 对 那么朱镕基就说要下赶 让他们出来适应这个社会 对 要做市场阶级 对 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民是很痛的 有很多人从国企出来找不到工作 嗯 嗯 然后经历了个阵痛期才迎来了我们民营企业百花齐饭的时刻 对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痛可能比大下赶的时候要轻很多 但是它依然是一个痛 嗯 所以我想这个痛可能要经历 但这个痛是国家需要去调整的 那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去调整 可能我会觉得说比如说高校的这种专业可能要改一改了 嗯 特别是大量的这种文科生比如说艺术生啊法政法啊法律啊 嗯 对对吧 嗯 我觉得他们要更要把这些专业缩小 把做技术的专业增多 或者他不能只依靠一个专业应该要多个 哦对应该这样 对他就是他的专业是未来 嗯 和你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匹配嘛 嗯 对对吧 嗯 然后这是长远的看 第二个我觉得 现在的抢中年轻人他其实不是上不了班 他是不愿意去上班 嗯 他比如说像有一些工厂呀什么他不愿意去对不对 嗯 那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像阿亚雷雷说的要提升工厂的待遇 嗯 第二个呢 工厂的其实企业文化和环境也要做一些改变 是 不要这像以前就是你们台湾人带来的这种陋席 就是剥削员工 我觉得要去做改变 对不对 我们带来陋席啊 好好好 对要做一些改变 嗯 不要剥削员工给员工更好的工作环境 是 更好的休息时间 嗯 第二个我觉得我们要在学生的专业这一块要去变化 嗯 让他变得更符合未来的这个中国需要的人才 是 那这样的话慢慢慢慢就转过来了 嗯 第二个就是说你现在的这些人你他妈很倒霉 你学到以前的专业 那么OK 你去学新专专业求求你 嗯 就像当年下赶的员工一样 嗯 嗯 不就是这样子吗 嗯 嗯 好 去改变这些东西 嗯 我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嗯 好 OK 这个这个也是跟艾艾内内讲的 也跟这些年轻人面临到失业中的这些年轻人了 这样你们应该要怎么做对未来人在在这个阶段应该怎么办 啊 嗯 对好 是的 好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好 你还想有什么吗 我看看有没有留言 哈哈 今天讲到宝是不是 哈哈 好了 可以了 那个好了好了 换别人了 换别人了 那个那个下次下次再再跟你跟你约了 今天非常谢谢这个大佬跟我们的那个分享 我还有人要还有人要骂小米的 你让他们听听不同的声音了 哦 好好 哈哈哈 OK 好 下次下次我再找找一个话题跟你好不好 开个专场 哦 好不好 好呀好呀 好谢谢杰克 好不会 谢谢大佬 嗯 谢谢谢谢 OK 嗯 不会不会 嗯 拜拜 好 来 下一位 Surprise 现在是工商时间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荐 我的YouTube频道 现在已经开了一个新的会员等级 叫做白金会员 那白金会员有什么福利呢 加入白金会员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组 成为高级成员哦 那至于私房影片是什么 高级成员有什么福利 哎 你加入就知道了 还不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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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加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